這個炸彈事件 我想我一輩子都不能夠忘懷 我在舊公司的時候 有一天接到炸彈的恐嚇 就是放炸彈的恐嚇 真的炸彈爆了 幸好我們在百貨公司組 有很多人在 很多客戶 幸好客戶都走得快 沒有釀成很大的傷害 但是周圍的環境碎了 炸彈很大的威力 我很記得當時我接到電話 立即要去現場 去看情況 我第一件事是問 有沒有人受傷 我們最關心 通常公關最擔心有人受傷 因為有人受傷 就會是很大的事 公關的障難級數就會升級 幸好顧客都及時走避 沒有人受傷 只不過現場 就是一片混亂 玻璃就碎了 這件事其實還未完 原來是背後 因為公司有一些政策推行 而令到一些員工或外人不滿 導致公司收到恐嚇 直至有炸彈的事件出現 在炸彈事件完結 一個月內不停接到恐嚇的電話 就說會再有炸彈 又說公司要小心點 以及收到一些恐嚇的電話 需要交贖款 否則威脅 就會再放炸彈 一個月內 我們記得都收過十次至八次 一些恐嚇的電話 這些公關都要出來處理 可以怎樣處理 除了報警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反省 就是當公司要遇到一些很大的危機 一定是有一個原因 不會立即發生 在內部我們做了很多檢討的工作 很多時候是由內而外 內部有一些工作 可能我們未做得很完善 未做得很好 引致一些朋友不滿 導致想立心恐嚇公司 希望公司要注意 一些訴求 所以其實整件事 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學習 一些很重大的災難發生 未必是那一刻 可能之前是埋伏了很多危機 是沒有處理 然後就一爆 但是有很多時候一爆的話 當然如果沒有傷人就好 如果傷人其實都會對於一間公司而言 是很大的很大的教訓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現在也跟很多客戶說 你由內而外 有很多時候你公司 公司內部一定的政策 尤其是對員工那方面 一些政策或處理 是要很小心 因為本來內部的事 都會變成一件外面的事 亦都可能會引致一些危機 會出現 我記得我一個月 我都沒有怎樣睡過 因為你要收到恐嚇的投訴 你就立刻又要去處理 以及與警察方面要溝通 另外媒體每天就打電話 你究竟有沒有跟進 是不是收到電話 這些其實都是要處理 所以這也是我想公關的生涯之中 我都是最遇到很棘手的 都挺辣的公關 我試過一個月沒有好睡 因為隨時的傳媒 都會背現三間打電話來 我很記得我媽媽叫我不要做了份工作 因為其實你要對外發放信息 你要上鏡 我上了無數次鏡 說你陷著那個反护認得你 對你不客氣 很擔心 其實我覺得 做得公關對外的話 你一定要有勇氣有吉士 你代表一間公司的話 你要說的你就要說 無論是怎樣 你都要堅持做好份工作